中午刚吃完一顿 晚上再接再厉 其实两顿相隔不超过4个小时 因为最近来大阪不多 这家店被疯狂安利过 喊了朋友一块来试试 还是上次一块吃过面的 在大阪做不多产的肌温 这家店是位于大阪市西城区的邻街店铺 周围的店铺生意非常惨淡 但他们家还不错 评价也很高 只有一个伙计 也有可能是老板 店铺非常小 一共只有七八个座位 对这个店的好印象 应该是从小哥认真干活的侧链开始了 再看一遍 他们家的叉烧是手切的 切得非常薄 切完之后再用火烤 又只有一个人 所以上菜速度会稍慢一点 但是认真做了面 花点时间等 完全没有问题 极温的蘸汁会偏辣一点 我的这碗配菜会更多一些 都特别浓厚 但不怎么咸 蘸面汤都可以直接品尝 这蘸面汤看着就特别浓 而且不光是浓 还特别滑溜 骨汤和鱼芥搭配得非常好 蘸面的面也是我很喜欢的粗面 很容易挂招 汤里边还有炖烂的肉糜 烤过的薄切沙烧 还挂着面汤 可太香了 还有这糖心蛋 你受得了吗 不是我故意颤抖 是片子剪得我太惨了 今天发了有点晚 就不犯我吃面的镜头了 面吃完之后 我会给面汤稀释加入 就看看这面汤吧 虽然很想控制 但我还是全部喝完了 鸡温也种草了 我估计它没事就会过来 行了 就这样吧 明天继续吃面